公文最终还会落在我的手上 这么说那个徐天勇压根没有上奏朝廷 而是 而是修书给了马文杰大人 这个老马呀 曾是皇上的恩师 深得皇上尊重 所以由这个人转告给皇上 就会万无一失了 下官不懂 这个马文杰为什么会帮助徐天勇啊 这个马文杰就是我口中徐天勇的恩师 当年徐天勇近世极地的那一届科举 马大人正是主考官 要不是顾及马大人和他的关系 你以为徐天勇能在我的手上逃过一劫吗 大人 这皇上已经下旨复查试卷 这要是一路查下来 那一定会冬闯失败啊 那一定会冬闯失败啊 嗯 对了 那个上官豪 是否还积压在你的府上 他 他居然敢打吴大人 我私自把他关在府里 等候大人处置 小官斗胆问一句 这个上官豪跟这件事大得上关系吗 少爷 你看 长远 这是这个月府内仆人的薪水 你待会儿拿到账房去 让他们明天发给大家 好嘞 少爷 少爷 梁大人给你的信 梁大人 少爷 那我先过去了 好好好 见字请集到梁府依据 必须单独行事 切勿惊动任何人 否则后果自负 那今年前哄 把我帮我帮跑 把我帮我帮我帮你 前哄 把你帮我帮你 让我帮你帮我帮我帮你 杨公子和上官的千金 也有婚约在先 本官是为杨公子 有这样一位人渣的岳父 而感到惋惜啊 这个上官豪 瞎了眼睛 把我们爱民儒子的吴大人 给打伤了 你可知道 这是什么样的罪名 罪大滔天 亲子判入天牢 大行伺候 众子判以死刑 斩首示众 吴大人大人有大量 还请这上官士伯从卿发落 吴大人的医药费 在下愿意全输为他赔偿 好一个孝顺的未来的女婿 还未成亲 就如此尽心尽责呀 在下也只是尽些勉励 还帮大人网开一面 那要看你能尽多少免力了 只要是能力所及 在下都愿意为上官士伯承担 本官 本官最近有一些烦恼 需要有人来帮忙 大人请讲 最近有四位全德私塾的学生 因不满此次的相试考试 上报到朝廷 要求复查试卷 朝廷命本官全权负责此事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试卷 它是查不得的 大人的意思是要我 如果这些试卷凭空消失的话 本官便无烦恼 这个 大人 你这不是抢人所难吗 本官不会抢人所难 只是发生个意外而已 失职深秋 风高雾躁 本官很担心贡渊 这些人会意外地起火呀 稷儿 好 那么晚了 干什么去了 我和赵卿赵郡喝酒去了 喝酒 是到梁元镇家喝酒吗 爹 你 孩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要骗爹啊 爹 您这次真的救救上官使伯了 梁元镇那封信呐 在这儿 这封信不能留 爹 您这是干什么呀 这封信就是证据 证明你和梁元镇见过面 如今这个证据消失了 今晚贡院师 是否起火跟你毫无关系 那 那上官师伯怎么办啊 你为父所见 若真的 想从吴松手中救出上官豪 绝非你我所能为 要知道 在这个世上 除了天子以外 不会有第二个人了 但是爹 咱们杨家和上官家 乃百年世交 咱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啊 那 那救人一命 还胜造七级富途呢 这是他自己找的 他招惹谁不好 非要去招惹吴松 那 那爹 那是凭咱们杨家的百年基业 还用得着怕那个吴松吗 孩子 吴松是皇上的重臣 他手握重拳 咱们和他斗 那就是以卵及时啊 万一 万一 万一上官是我 有何不测 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云儿啊 孩子 这些谎话 就是对你最亲爱的人 你也只能骗他一辈子 不行 让我对心爱的人撒谎 我做不到 做不到也得做 孩子 有些时候谎话说了一百遍 等到一百零一遍的时候 你自己也相信了 爹 行了 不要说了 我跟你讲 你今天 一定要把吴松说的每一句话 通途抛到脑后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你今天晚上 根本就没接到梁元镇的信 也没见过吴松 听见了吗 给我记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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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的 裴大人 现在都已经是四更尸分了 还没有任何 关于贡员的消息 我总觉得 那个姓杨的有点靠不住啊 此次也是对杨晋升的一次考验 他是否能成大器 将来成为本官的预备门生 成败再次一举 属下明白 放心吧 再等等 一定会有消息传来的 属下明白 吴大人 梁大人 刚才牙医来报 说是贡猿已经起火 好 太好了 天下太平了 杨晋升啊 杨晋升 果然不负众望啊 吴大人 梁大人 外面有人求见 带他去客厅 我跟吴大人随后就到 是 我也去 吴大人 请 是 杨晋升 怎么样 我说得没错吧 晋升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 大人明智 黄昌云 你怎么在这儿 在下黄昌云 见过两位大人 吴大人 小人拿来了你想要的东西 好 金戒相识的试卷 本官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夜闯贡院盗取试卷 是 罪该可死 梁大人 我只是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还想狡辩 来人哪 把他给我抓起来 是 是 慢着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回大人的话 事不宜迟 怕拖久了的话会夜长梦多 所以小人亲自动手 帮助大人解除了烦忧 你有什么资格 替本官排忧解难 小人一点资格都没有 我出身卑微 只是见面一个 但是我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能够帮助大人解决心中的烦恼 你不会毫无目的的 替本官排忧解难吧 好了 既然你不应该说 应该去睡 你的合 Servus 魂里行 已经决定了 你这指数 已经全就哦 哪里 这 courts 我的朋友就是她的父亲 你的朋友 就是上官家的千金 没错 一个杨家的书童 为了救上官家千金的父亲 冒死火烧共怨 这样的朋友 耐人寻味啊 小人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帮助这个朋友而已 所以 你就付了其他的朋友 大人 这世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 每个人都会面临着选择 选择了一方 肯定就要亏欠另一方 哪怕有一天 心里面就算是感觉到愧疚万分 也只能如此 既然选择了 就要坚持到底 哪怕有一天面对着这个朋友 也只能如此 做什么事情 都要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就算所有人 说她不仁不义 卑鄙无耻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 我欣赏你这种真小人 我欣赏你 徐大人 你的信 神师的首领 快打开看看 皇上预准授权本官 亲自翻查本界 相识的全部考卷 太好了 有巡抚大人直接上奏皇上 越狗无松在朝廷里广布的爪牙 这段奏效了 徐大人 应命啊 应命 马上启程 好 你看仔细了啊 是 去那边找找 是 找仔细了啊 可恶 这次我们来晚了 徐大人 听你的意思 是觉得有人故意做破 我刚刚收到准奏翻查的公文 这边贡员就失火了 难道是个巧合吗 会是谁干的呢 除了我们两个以外 谁先到案发现场 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幕后黑手 这不烧成了这个样子呀 哎呀 哎呀 怎么烧成了这个样子呀 梁大人 你来这里干嘛呀 我得到消息说 贡院失火了 所以我就带了一队人马 过来施救 可是还是来晚了一步呀 我看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呀 你不会早就知道 这里会失火了 灵通又有什么用啊 都已经被烧成这个样子了 这 里面的东西肯定复之一具了 这 徐大人哪 那 您这调查试卷一事 又如何进展哪 徐大人 这贡院失火 是否要连夜升堂审礼呢 当然需要 马上把所有相关人等 都带回去审问 去吧 常务员哪 谢谢你啊 谢谢你来救我 上官老爷 不用客气 不过你千万要记住 今天晚上的事情 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 还有 赶紧收拾一下行李 离开楚州 等风声没那么紧了 你再回来 好 好 走吧 王昌云 老爷 您怎么 老爷他怎么了 小玉 先别说了 赶紧扶老爷进去吧 走 来 老爷 慢点 好 来 来 别说了 你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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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别说了 这不是又欠高丽带钱了 到那边说 到底什么事啊 神神秘秘的 月儿 其实 你爹得罪了一个不能得罪的人 谁啊 武松 那你怎么把他救回来的 你身上怎么会有烟熏味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月儿 你只要记住一句话 不管我做了什么 我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 少爷 两大人给你的信 少爷收到一封信后 便神色凝重地独自离家 少爷 那我先走了 回来后 在杨老爷的闭闻下 发现原来少爷 是去跟吴大人见面了 从杨老爷与少爷的对话当中 我得知上官世伯 因得罪吴大人而被禁锢 吴大人更是要挟少爷 当夜火烧哄愿 毁掉世约 否则上官世伯会随时没命 面对此种情形 少爷却是犹豫不决 但是 少爷做不到的事 我皇章云能够做到 为的不是他 而是云儿你 于是我毫不犹豫 偷偷潜入股园 把我们全德私塾的 四个人的世卷偷偷带走 再留下火种 造成火灾意外 火烧共园 毁灭现场证据 最后 我把世卷 带到吴大人面前将之烧毁 才能成功地从他手上 救回上官世伯 你说你怎么这么傻啊 那么重要的事 也不敢我商量商量 我不是不想跟你商量 我知道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那个时候容不得商量 而且巫宗有个条件 就是要连夜行动 他怕犹豫了会误事 所以没有办法 我也只能先斩后奏了 那你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被别人看见 时间比较紧 准备得很仓促 但是呢 我已经尽量小心谨慎了 你为我做这么多 值得吗 值得 当然值得 你也许对我好 你也是对我好 我就越内疚 云儿 你不用内疚 我也知道 这辈子 我恐怕都无法 跟你在一起了 但是我真的希望 你不要拒绝我对你的好 可以吗 你这是何苦 我也不敢奢望 我能够和你长相厮守 但是云儿 我真的希望 能够在你心里 曾经有过我 我这一生就能够心满意足了 又能够守护你 幻儿 至于 我就是你的影子 你这个太阳 越升越高的时候 我这个影子 就会在你身边消失 傻瓜 对不住我 对不住我 徐大人 本官实在是没有徐大人 这般过人的本事啊 梁大人啊 要是你感觉到疲惫的话 就先行回去休息吧 不妥不妥 本官是上任之府 我得要看过徐大人的审讯 英明之处 我才能放心地退任让位 是吧 那就请梁大人多多指教 传 共愿守卫 参见徐大人 今天晚上 你身在何处啊 小人当时正在公园内 那你可曾见到起火 是什么原因 小人也不明白 为何会突然起火 小人只突然 闻到异味 巡逻一看 才发现宗眷室已经起火 可又见到什么可疑人物 当时已值四更 小人只听到外边 有打更的声音 真的没有看到什么人哪 是 徐大人 卑职已经把他们召来了 好 本官不惧辛劳 只怕真相被掩埋 本官相信 此次的供愿失火案 和金界相识 不无关系 传通天书院的门声 是 贵是 贵就贵 凶什么凶 参见徐大人 参见徐大人 你们四个告诉我 供愿失火的时候 你们身在何处 什 什么失火呀 徐大人 徐大人 这都什么时候了 把我们叫来干吗呀 放肆 公堂之上 岂容你们胡来 今夜四更 你们身在何处 什么四更 你是问我们在哪儿 这一更二更三更四更啊 我们都在澡堂子里泡着呢 三更半夜的 怎么会在澡堂里 这什么道理啊 徐大人 这怎么没道理了 我最喜欢洗澡了 这下榻的客栈 它没有澡堂 所以啊 我天天都到澡堂子里泡澡去 那你们三个呢 你们三个当时在哪里啊 回徐大人的话 我们三个 当然是和我的 黄渤大哥在一起 我们四个 都是金界 相识 高仲 肯定是连夜庆祝 天天在一起啊 是啊 徐大人 您要是真不信 您就去澡堂里边问一下 那儿人多 能替我们作证 是不是 是 对了 徐大人 贡猿起火 你一定是怀疑有人故意送火 贡猿起火了 是啊 贡猿起火那可不得了了 这贡猿起火了 那咱们的诗卷不就没了吗 这诗卷没了 就是啊 还请徐大人彻查呀 明查呀 徐大人 好了 本官相信 贡猿失火 是跟本届的相识有关 所以 所有跟相识有关的人 都不许离开除州 包括你们四人 徐大人 这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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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人 是我们是冤枉的呀 是我们是冤枉的呀 安静 安静 不许离开除州 也就是 那是冤枉的 不许离开除州 哪有冤枉的 都不许离开除了 你实在没有理由 禁止他们离开楚州啊 本官只怕如若查出 真的是人为纵火 那就能证实 金界相识另有内情 此四人便与本案脱不了干系 徐大人 我得提醒你 他们四人可都是 金界相识的举人 刻日便要赴京赶口 如若他们并非真凶的话 因为你的误判 而误了赴京赶口之期 我怕你承担不起吧 好 本官只需要十天时间 十天之内 定能证明那是人为纵火 证实不了呢 那样的话 只能盼作意外失火 至于他们四个人损失的一切 将由本官一例承担 徐大人 说得出 可就要做得到啊 退堂 真心 走走走 本官当然要从中作梗了 大人 不知有何吩咐 徐天佑明天 肯定会亲自到火灾现场去查看 江伯头 你知道该如何做了 请大人放心 属下已经跟其他弟兄交代过了 不会有一个弟兄协助他们的 不错 大人 属下还有件事情 请大人帮忙 什么事啊 说 属下想向大人借些银料 什么事啊 又去赌钱了 怎么着 大人 我儿子生病了 我想带他去看大夫 可惜 这银两还不太够 岂有此理 江伯头 你若说 你赌钱输掉了 本官定会慷慨解囊 可是 可是 你居然为了银两你咒骂自己的儿子 你 本官对你太失望了 大人 此事千真万确 我儿子已经病了好多天了 不要再说了 江伯头 我来念你是我最得力的下属 这一次 我就不跟你计较 如果再有下一次 本官定不饶你 大人 江伯头 你说 你身为人父 要给儿子做好榜样吗 不许再去赌钱了 大人 大人 喝杯茶吧 好 谢谢 封先生 请喝茶 大人 我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你刚才在公堂之上 有点过于冲动了 当时的情况那么危急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想别的办法呀 你说那四个通天书院的学生啊 态度实在嚣张 他们的供词可不能信啊 我现在只相信 两件事情 第一 梁渊阵收受了 那几个学生的汇款 让他们顺利过关 第二 有人不想让我 查到那些试卷 这才把贡院给烧了 你说的这两点 都不足以证明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是啊 所以啊 如果我能证明纵火 是人为的话 那我不就有更多的时间 去调查了 好 走吧 徐大人 根据现场的勘察来看 肯定是有人破了铜油 才引起的这场火灾 公园是官家之地 守卫森严 那个偷试卷的人 绝对不会光明正大的 从门口走进来 从正门来看 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说不定这罪犯 是从其他的地方 翻墙进来的 大人 你看 这瓦片掉了这么多 肯定是罪犯逃跑的时候 过于慌张 带下来的 果然不出大人所料 你看这邪业 还有这里 肯定是罪犯留下来的 好 果真是另有内情 我们就顺着这个邪影 还有铜油这两条线索 好好地去调查 一定能把这个真凶找出来 两位客官要买点什么 掌柜的 在相方林 这位呢 是除州新任知府徐大人 徐大人也好 不知徐大人到小店 有何贵干 昨天贡猿起火 我们在案发现场 找到跟你们家卖铜油的罐子 一样的碎片 我想知道 到底最近谁来买过铜油 这能帮上忙的 咱一定帮 我得查查账本翻翻 近一个月卖的不多 只卖了一斤铜油 都是一个人买的吗 不是 有记录吗 一个是棺材铺的棺材柳 还有一个是中医馆的李郎中 谢谢 谢谢老板 不见 不见 去看面去 看面 郎中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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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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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赶紧坐 快快快 快点 郎中啊 我爹的 爹 您别着急 您得帮我爹看看 他从中午吃饭以后 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好 什么情况 您得帮他看看 好 我这钱怎么 怎么没了 脉象平凡 并无异样 不像有病啊 他中午是不是 吃了什么不洁的东西啊 这个先不管了 你的腿到底是怎么了 我的腿啊 早年未采草药 不慎掉下山崖 未保性命 不得已劫之 才变成这个样子 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 不碍事 不碍事 爹 没关系 那我们还是去别家吧 爹 我们走吧 爹 别随便拿人东西 慢走啊 两位 不好意思 慢走啊 爹 你怎么传成这样了 我们不是去棺材铺 去打听吗 这乔庄眼人耳目 我们多好啊 不是 那鸟怎么配合你啊 不是 那鸟怎么配合你啊 这回啊 给你个好菜吃 点点点 点 来 你这死人说什么话呀 不是 你要演就演像一点 你得真哭 得哭出眼泪来 知道吗 好了 好了 知道了 知道了 赶紧干上 老板 来了 来了 怎么回事这是 老板 我哥他 他刚去世了 你能不能 为他找一副好的棺木啊 没问题 这样吧 你先把你哥的尸体 从那边推到后院去吧 好 等会儿啊 我先把老板支开 然后你看一下 左手边有一些鞋 你去对比一下那个鞋印 听到了吧 老板 你看 你看 棺材的样式都在这摆着 你看需要哪一种 老板 你们家的棺材 怎么都腐烂了 这别提了 这棺材啊 都沾了水 全都要坏了 为这事啊 我真是愁死了 那既然你都知道下雨了 为什么你不用铜油 先涂一下呢 这不用亏那么多了 你一提到这铜油啊 我这气啊 就不打一处来啊 我本来存了不少的铜油 在这后院放着 也不知道是被哪个 该死的小偷给偷去了 你说说 这铜油又不能当饭吃 你偷这干啥呀 这也对啊 那 那你里边还有一些好的吗 这 这些不行啊 有好的 当然要好的了 有 有 里 里边看看 好 老板 那我就陪你进去看看啊 好 里边看看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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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你没准你来谈这些干什么呀 这 这样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烂掉的 我便宜给你了 行不行 这个尺寸给你哥 你哥呢 对啊 哥呢 哥 哥呢 我 我在这儿呢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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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就醒了呢 我 我就醒过来 我以为自己是在十八层地狱呢 当然不是了 不是吗 不是 那 那我还活着啊 活着 那 那我活着 你就赶紧带我回家吧 对对对 赶紧的 赶紧的 走走走走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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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赶紧的 走了 不好意思啊 老板 不好意思啊 哥哥 哥哥 你们还要不要了 这 这是人还是鬼啊 没想到我们第一次合作查案 就有如此默契 本官甚是欣慰啊 要是大人 能再多偷一会儿那个棺材户老板 我能被发现吗 好了 好了 你怨气我来了 谁叫你那么不小心 你踢到了木块你 大人 还别说那木块了 那木块踢得我快掉眼泪了 好了 总之呢 辛苦你找到了鞋印儿 晚上呢 我请你吃管驯牛肉 好 线下咱们 终于有新的进展了 说得是啊 既然有了线索 咱们不如先回衙门 把案情再重新梳理一次 走 为什么今天 这好像怪怪的 二人 走 全面 用 参考